人性的解决方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Alhamdulillah 今天我们交流的课题 就是伊斯兰概论 实际上讲伊斯兰概论 也就是介绍一下 伊斯兰的知识结构 伊斯兰知识结构 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表述 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信息论 伊斯兰的信息论 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来源 确立正确信仰的根本 这一部分 决定了我们正确的信仰 在这个范畴里边 一旦发生错误 就会出现最严重的罪恶 举办主的罪恶 第二部分 介绍伊斯兰的关系论 所谓伊斯兰关系论 也就是道德论 因为我们 恰如其分地 处理好种种关系 就是在显示我们 纯洁的人性和完美的道德 我们 穆斯林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是以族谱关系为前提的 因此呢 这一部分主要是论述 创造人类的主宰 和被创造人类之间的 最正确的关系 它决定了我们 穆斯林的完美性情 在这方面 发生错误 就会导致异端 第三部分内容 就是我们的控制论 所谓控制论 就是我们的思想言行 言行法度 由我们的匪雷罪条件 法治部条件 寻来的条件 来进行规约控制 那么 在我们精训的指导下 我们言寻真主的法度 遵寻圣人的道路 必然体现一种高尚的生活 无论在哪个城市上 如果发生错误 必然导致干罪 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 每一方面里边 有几个重大的命题 都是和我们信仰基础 密切相关的 譬如第一方面 伊斯兰信息论 也就是Habit 我们的信仰 从何而立 从何而来 也就是讲伊斯兰的信源是什么 在这一部分里边 主要介绍的 就是伊斯兰信仰 唯独来自 阿拉塔尔拉的 沃海语 指示 那么 它 涵盖了几项内容 第一个 就是要分清 宗教知识和 士族知识之间的区别 现在在很多的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 对于这个重大的 原则性的区别 搞不清楚 因此 常把汉文里边的 启示这个词 和沃海译 发生了混淆 这样的话 就导致了我们信仰上的 模糊不清 莫能量可 似是而非 那么 世俗知识 它的来源是 人的思维的产物 它不是外来的信息 虽然也是真主的赐予 但是呢 世俗知识 是来自我们的 观察分析综合判断验证 主要 体现为科学探索 属于世俗知识的 高深部分 那么信仰知识呢 它不是我们 思想的产物 它是来自外来的信息 是来自最高一层天 阿拉乎他人家 通过独立的天使 这不来一来 天使传达给 我们实则 有实则 传达给全人类 所以沃海译 实则的沃海译 不是我们圣人 自己的思想 它是传达的 阿拉乎他俩的信息 所以在这方面 决定了我们正确的信仰 和我们伊斯兰信仰 与其他所有信仰 不同的根本的因素 那么在这一部分里边 它就联系到 我们的思维 思维性质的分析 什么叫做感性知识 什么叫做理性知识 什么叫做非理性知识 那么它的基础 就是我们人类的感觉 感官所反映的外部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有限的感官 时常听闻处 五种感觉 所反映的外界的声光色电 所有刺激我们的信号 在我们头脑里边 发生的心理反应 由于感觉 它的种类 限制了感觉的范围 每一种感觉的语限 又限制了我们感觉的深度 因此建立在感性知识上的思维 逻辑推理理性知识 它不能够判断 超越阿拉伯塔尔达 给我们感知界限的限制 在古兰经里边 阿拉伯塔尔达提到 这是他们知识的极限 也就是说 我们思维知识 是有极限的 是有限度的 那么确立正确的信仰 要以终极真理判断为前提 凭着人的知识 感知的范围 不能够判断 任何一条终极性真理 什么叫终极性真理 也就是说 我们简单地讲 时间的本质是什么 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空间的本质是什么 宇宙为什么实现 它归原在 归回在什么地方 人的如何是什么 这些问题等等 都属于终极真理 人的感知 限制 无能判断 任何终极真理的 最后的真实面目 所以凭着人的思维 不能确立真正的信仰 所以我们的 伊斯兰的信仰 它不是来自 思维的产物 而是来自 阿拉乎塔尔达 给予我们的 使者传达的我和音 那么在这里边就要分清 什么是感性知识 什么是理性知识 什么是非理性知识 还要分清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心理学上 所提示的非理性知识 也就是 灵感思维的主要内容 它包括境遇 诱发 跃迁 顿悟 验证五个步骤 但是这五个步骤 所判断的事物 缺少了两大内容 也就是说 这种心理上 心理学上的描述 和我们伊斯兰的 华尔达的指示 有所欠缺 一个就是 来自恶魔的华尔语 它能够 怂荣人的思想 再一个 就是属于 灵感性的华尔语 那么它是来自 真主的形灵 那么这两块 在现代心理学里边 负之缺辱 不能理解 那么在我们信息论 这里边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 我们这个 华尔的属性 世俗知识的属性 它是不同来源 不同性质 不同作用的 根本不同的两种知识 这里边在古兰经里边 阿拉奥塔尔达已经说的 非常明确 圣训里边也有所证明 你比如说 我们所说的 信仰知识 它是来自华尔语 华尔语在 古兰经里边 概述了四个方面的 不同性质的华尔语 第一个就是 属于迪尼的华尔语 也就是 所接受的华尔语 就是使者们的华尔语 它是关于信仰的指导 来自最高一层天 通过独立的 专丝穿达华尔语的天使 这不来一来 传达给我们的使者 有使者一个人 传达给全人类 当然列圣 也是接受华尔语 那么第二类华尔语 属于心灵的华尔语 心灵的华尔语 就是阿拉伯塔尔诺 把这个信息 降世给 不是实则品位的 高尚的人 就是 从清高性灵上 流出的真主的感悟 譬如 姆沙圣的母亲 当他生下母杀的时候 阿拉伯塔尔语 华尔语他 把这个小孩 放在木头盒里边 放到盒里边去 是真主的一个敌人 也是母杀的敌人 把他抚养起来 那么这种华尔语 在教育学里边解释 就像渴了要喝 饿了要吃一样 强迫他要这样做 这不是他自己的思想 是来自外来的信息 那么第三类华尔语 属于动物的华尔语 动物的华尔语 阿拉伯塔尔诺在古兰经里边 也是说得非常明确 阿拉以蜜蜂为例 他说 当初阿拉华尔语蜜蜂 你从山上 在山上 树上 或人搭的蜂房里边 筑巢在每一种花上 来朴实蜂蜜 那么这种华尔语 在生物学里边 往往被称为天性 本能 实际上这种称法 是我们理性所不能接受的 譬如这个蜜蜂 它本身所参生的一些个 发生的一些个奇异的现象 直至现今 最前的昆虫学研究 也承认在蜜蜂身上 还有很多为人不知的奥秘 所知道的这些事情 就已经展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 不可能是他自己总结的经验 你不是说这个蜂房 它是六边形 连接铸造 那么这个蜂房 铸造蜂房的材料 只有蜜蜂身上 自己产生的蜂浪 其他材料不能取代 而且六边形 它是刚性最强 材料最节省的一个经济点 它的每个底部夹角 都是70度32分 这个是按我们现在 经济学管理 高等数学计算 是容积最大 耗费成本最少的一个点 就是非常非常经济的 实用的一个点 那么它这个工风 一起来铸造蜂房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有指挥 但是这个蜂房 铸好之后 你不能发现 有一个是残缺的 半个的 接口上你分辨不出来 在什么地方 它是组合在一起的 而且它透光性最强 通风性 最适于蜜蜂的生活 所以人们把蜜蜂 誉为最高等的建筑师 数学家 那么是谁能够告诉它 这么巧妙地 来铸造自己的蜂房 一个蜜蜂全身不过几厘重 不到一克重 几克重 那么它小小的头脑 能否总结出这么好的经验 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看古兰上提到 是真主卧和义它 使它具有这种本能 就像输入程序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 卧和义分类当中 这是前三种 再有一种就是恶魔力卧和义 恶魔力卧和义很普遍的 就是一些奇异的病症 很明显的恶魔的捣乱 都是来自恶魔卧和义的作用 关于蜜蜂身上的一些个 出乎以外的 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个神奇的现象 不是它自身产生的 说明是阿拉奥塔尔达在古兰经里边 告诉我们的 它是受到了真主的卧和义 关于动物的卧和义 还有很多的例子 举不胜举的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枯叶垫 我们知道这个枯叶垫的长相 它都是在它戏居的那种树叶上 它的体状颜色 和它所戏居的树叶 为妙为宵 无论从这个形状 身上的纹路 就像树枝上的纹路一样 尤其它在翅膀的边缘处 有一些个昆虫捏食过的残缺 这是非常妙的 就是说这个蝴蝶 它不但长得像树叶 颜色 行众 纹路 和它所戏居的树叶完全一样 而且它还长出来被昆虫捏食过的样子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所以它自身不可能是自觉地长成那个样子 它也不知道长成树叶的样子对自己有保护 即使它知道也不会指导自己的身体那样产生变化 再如果你看海底下的一些个软体动物 它是很明显地能够变换自己的外星颜色 有的软体动物游在这个白色的胶石上 它的身体立刻就变成白色 游到黑色的胶石上 它的身体立刻变成黑色 尤其更妙的是它游在有花纹斑点的胶石上 它的身体也同样出现一样的花纹斑点 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很多的动物 比如说兰花螳螂 它本身长的肢体就是和兰花的花蕊是一个形状 尤其身上颜色的过渡色 由白色逐渐转变成综合色 和兰花的兰色唯妙唯肖 完全一致 所以你要是用一张照片 把这个枯叶垫 像这个兰花螳螂这一类的 很突出有保护色的这种小的昆虫 拿到我们面前 你不仔细地加以辨认 就不能够发觉它是昆虫 所以这都是古兰经上 关于密封的沃河液的这一类动物性的沃河液的例子 你不说伯老鸟 伯老鸟在秋天采集食物 它怕在这个槽里边的食物发霉 它首先把这个食物都挂在鸟槽附近的树枝上 目的是这么呢 就是让这些食物风干 风干之后 它再把它转移到窝里边 槽里边 那么冬天没有食物的时候呢 好供给它 生命 不会腐坏 所以像这些个例子 举不胜举的 古兰经高度的概括以密封为例 说明了它的原理 它是来自真主的沃河液 那么另一种沃河液呢 就是恶魔的沃河液 古兰经里面明确提出 真理和人类的恶魔 互相以谎言沃河液 因为有一些个搞这个邪术 乌习迷信的人 他有时候很能迷惑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真理和他沟通 真理所知道某人的一些事情 能够沃河液他 然后他向这个向他求助的人 提出来某种事情呢 使你大吃一惊 他怎么知道的呢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震忆 它是能够以沃河液的方式 和人沟通的 所以现在世界上 出现很多这一类的现象 像这个降临 上仙 跳绳 等等 这些迷信活动 基本上都有真理参与 那么上面这四类沃河液呢 是古兰经当中明确昭示的 一个是使者的沃河液 一种是属于灵感性的沃河液 一种是呢 就是心灵的沃河液 而动物的沃河液 一种呢就是恶魔的沃河液 那么我们一般提到沃河液 是指的我们教们的沃河液 就是 使者圣人的沃河液 使者圣人的沃河液 颁将方式 古兰经中 有明确的告语 那就是任何人 不予以使者 予以真主谈话 除非是沃河液 或隔着帷幕 或是派遣使者 这三方面 那么这三方面呢 都有例子 你像这个第一种沃河液 那么包括我们圣人 在前半年 为圣前半年 接受的沃河液 是以梦境 真实的梦境 那就是说 圣契阿液液说 实则当初 开始接受沃河液的时候 是在梦中 他就像在黎明 看见沉曦那样 光辉清楚 这是其中的一类 那么隔着帷幕呢 古兰经里面 提到母沙圣人 看到了火 他对家属说 我确实发现了火 或者我从他上 能给你们带来火把 或者我从他上 能得到引导 那么当母沙圣人 接近火的时候 阿拉乌液液说 我确实是你的养祖 你脱下双鞋 你现在是在圣谷屠蛙 你接受我而已 这是这个火 就是属于漫障 属于间隔 在一种派遣使者 我们都知道 最著名的哈尔蒂斯 吉普雷的哈尔蒂斯 那就是派遣使者 直接和我们生日交谈的 阿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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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乌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